新闻萬象內幕追擊 歡迎收看關鍵時刻的全民最大黨 我是劉寶傑 那麼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題目 就是南韓裁判幹掉楊淑君的金牌 現在北韓又對南韓開火 那麼台灣的韓流民 你看了會不會屁屁剉 好 當然受到這件事情的影響 本來在12月4號 下個月12月4號 要台北舉辦的亞太影展 也是因為這樣的事情 本來邀請很多韓國的團體 包括少女時代還有玩的歌囉 還有SS501等等的團體 通通因為這樣的原因因故取消了 很好啊 這樣很好啊 就讓台灣人反省一下嘛 為什麼要今天大碗要去請韓國人 這沒錯 你不要再亂講 什麼亂講 我講是真的啊 我們今天大碗拿大把的銀子 去再貼給韓國人 他自己沒有偶像是不是 奇怪了對不對 我們自己不能扮演 有錯 我們有錯 教練現在 劉聰達教練 整個情緒是在國內整個宣洩出來了 對不對 那當然他的另外一半 楊淑君呢 你當我們講了半天你聽得懂嗎 你沒有一個指導 你不要再講了啦 你很經濟啦 所以你真的我們很想看 你就給他一個高壓下壓這樣踢下去 等會等會等會 你不要再講 你這段講我就高壓你囉 你高壓 高壓在這邊不方便 回去再高壓 好的 那麼當然楊淑君本人也呼籲國人要理性對待 不是韓國人的錯 那麼在此返航聲浪高漲的同時 台灣人的情緒是不是要控制一下 才不會造成無端的傷害呢 當然今天呢我們這個製作單位也非常的貼心 我們要送上慈來正義的金牌要送給楊淑君 這位選手 謝謝 謝謝 我真的不放棄 就這陣子大家那麼關心我 那雖然這件事情對我來講的大基真的很大 但是我會繼續努力 大家請給我一個月的時間讓我考慮一下 好的 其實不用考慮了啦 就是不要記憶什麼倫敦奧運啦 嫁給我就好了 不要再亂講了啦 你一直在亂講 我們講真的很好 好 那我們請教節目的慶絕 你舉手囉 對 你舉手 你要走啦 你要走啦 我有一個宇宙無敵 正義大金牌要送給楊淑君 謝謝 這個 你就是舉手就是要做這件事而已 對 對 好用力喔 大金牌 金牌上面是沒有人會繼續加油的 我回去我待會兒 我待會兒馬上講給你們的 好 謝謝啦 謝謝 謝謝 為什麼清學一定要走到自己的座位才能講呢 因為聽說桌上有個重要的資料 哈哈 來清學來講一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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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齁 我跟大家講的一功功 因為最近大家聽到這個南北韓他們要交戰 其實你說是不是韓流這一些 不是聽說已經要交戰了 你就好好的講啊 對不對 那是不是這一些 我們說韓流迷他們很擔心呢 其實一定有很多人擔心 包括現在呢 去到韓國的這一些訂好的機票 就算半價也沒有人要去 因為他今天只是一個飛彈 就丟到那個叫做延平島 是不是 對對對 你不要弄你的心 是延平島啊 剛剛我已經講過了 是延平北路嗎 台灣的延平北路嗎 還是丟到延平中學 你猜 一延平島 三延平北路 三延平中學 第一延平島 對 好 請多 不是 為什麼要給我掌聲 那你第一次講出來 掌聲的意思就是說你 你到底要表達的是什麼 你破了那麼久 我就說這個韓流迷 萬一接了下來呢 哪怕是他待會兒呢 為什麼那麼多人沒有要去韓國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不是 也沒有人要去 為什麼 萬一北韓到時候丟出來 萬一丟在這個首爾的南山人壽 不 南山公園 上公園的話 那那個我愛金山順啊 這些之前的粉絲怎麼辦 他們沒有辦法再看到 他們當時的這個場景 除了我愛金山順 還有這個 東紀念歌喔 不是 東紀念歌 對 南移島 東紀念歌是在南亞島 南移島 對 對 南移島 如果愛丟在南移島的話 那這些粉絲不是 完全這些幻想都破滅掉了嗎 所以我希望呢 怎麼樣 全世界呢 能Wall of Peace 好不好 能和平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勉強說出了要 世子和平的字句 你好倉促的就結尾了 至少有個結尾 不曉得我們 迪姆英啊 大姐大也對他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今天也有帶 金牌要送給楊淑君啦 楊淑君為什麼沒有辦法得到金牌 就是因為他身邊都是小人 所以他需要 你是說劉聰達是小人 是嗎 我都沒跟你說啦 不是啦 小人沒有指誰啦 我是說他需要一把 防小人的劍的金牌 準備好了 來啦 哪裡來啦 誰 金牌 誰 誰 聽到沒有啦 好啦 我要講今天的主題啦 大家都說在反韓 但是我一點都沒有感覺到 我最近在看收視率喔 韓劇童一 原本收視率是0.76 結果因為楊淑君的事件發生之後 反而標高他變到1.02 現在是怎樣 我在看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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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看童歐啊 我不知道不好笑 我知道轉的不好笑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不好笑是聽不太懂 閉嘴 我要說你不要吵 說什麼 我要說 為什麼你們都只看韓劇 不看我們本土劇 統一是韓國的古裝劇 為什麼不要看我們台灣的 寬日 雅雷花 寬日 兩隻一比就是小新 手機那一體就是火鍋 如果手提琴就是 五星 如果放在頭上就是 老星 你看雅雷花節的人就要拔一齣 是你們都不要看就要看韓劇 你就是頭部派去 人偏偏要做 不要做要做 高 高 高傲的韓國人 氣死人啦 謝謝 好 你借講這個感覺 蹲起來聽得出來 我覺得他們不能講說高傲的韓國人 高傲的韓國人好像有點感冒 沒有啦 要講他們說是高拐的韓國人才對啦 高拐跟高傲差很多人 他們很高拐 這樣才是對啦 其實我覺得你們不要再反韓了 我昨天有這樣子 你是美國人啦 你不用怕啦 不是 我上次有提到說說 這個番薯已經被趕出去 它叫韓籍嘛對不對 後來巧克力也被趕出去 因為它有韓國人對不對 你們知道你們這樣一直趕什麼 韓籍都走了之後 最後這花生跟芝麻也被趕出去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可以做成花生油跟芝麻油 所以他們也被趕出去 意思是說就是 你們不要再把這麼多東西趕出去 好的 那麼 李九澤在這麼情緒緊繃的氣氛之下 勉強弄出兩個交往 難怪我們40歲以上 希望國人能夠對李九澤好一點 所以這是他們用意 希望大家多照顧他 主持人我覺得這 就難怪我們40歲以上的族群 全部都不見了 沒關係 希望他能夠挽留到十幾歲的 的影迷 賀心的觀眾進來 好 謝謝